小朋友打疫苗哭声此起彼落 婴幼儿莫德纳开打后 第一个周末假日接种站出现人潮 家长急着带孩子来打疫苗 毕竟如果染疫的话 我觉得它的反应可能会比副作用来大 打疫苗本来就会有缺副作用 根据统计六个月到五岁 婴幼儿疫苗二十一号开打第一天 全台只打了六百八十三剂 指挥中心发言人装任想解释 因为儿童需要家长带去打 因此假日或是晚上的时段 人潮才会比较多 实际观察周末上午确实出现人潮 但是疫苗真的必须接种 因为四十七万多名幼儿染疫中 二十一例死亡致死率为百分之零点零零四 你只要给儿童回去施打一次 你其实就可以让MIS-C 降低百分之九十七的机会 统计国内幼童染疫 重症有一百一十人 前三大病因包含MIS-C四十六人 脑炎二十四人 另外肺炎或是支气管炎 则是有十九人 医疗应变组副组长 罗一军强调零到九岁的儿童 仍有重症个案 建议要接种疫苗 才能有效增强保护力 其实这些症状来讲 会比大人都还轻微一些 幼童打疫苗后 常见的副作用 包含注射部位疼痛 淋巴结肿大等 但通常二到三天会慢慢改善 如果真的很难受 可以冰敷或是吃止痛药来缓解 医师提醒 因而可能无法表达 如果打疫苗后出现食欲不振 疲倦活动力变差等症状 就要尽速就医 面对不断变异的病毒 及早为婴幼儿接种疫苗 才能尽早建立保护网 记者杨世去翁家瑜 台北采访报道